阿姆斯特丹 阿姆斯特丹是我第一次独自自助旅行的第一站 那时候行程也是安排的很长处 因为还在旅行中 无论只有想说去英国 但是住宿交通一些里里扣扣的东西都没定 原本打算在慕尼黑机场送完机之后 直接搭夜霸冲伦敦 但是时间上我觉得不是很刚好 而且这样我会太多天没洗澡 刚好从看完生命中的美好缺憾这本书和电影之后 就一直蛮想去荷兰的 所以就把阿姆斯特丹当作短暂休息的终极站 其实在送完机剩下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我真的蛮害怕的 在一个离家乡这么遥远的地方 人生地不熟 又是个大毒痴 我真的觉得目前人生最大的成就是 那时候居然有办法活着回到台湾 虽然害怕但是也没办法想太多 因为你能做的就只有往前走 抵达阿姆斯特丹已经接近中午了 打算先到Hostel放行李 因为住的地方有点距离 所以我决定买一日票 想说之后逛市区也可以用 站内柜台有非常多人 所以我就直接找机器自己买 在点的时候我一直觉得很奇怪 一日票包含火车公车地铁等等的交通工具 一个人最便宜是39.5欧 我看到价钱脑中一堆问号 在澳洲其他地方从来没买过这么贵的阿 还是因为是荷兰 那也太贵了吧 但是我把机器里面所有的选项点变了 一日票选项里面就这个 我想说好吧那就只能疯狂使用到回本了 虽然之后根本不可能 买完之后往前走几步就是往搭捷运的地方 然后就看到一台机器上面写 Bus Train Metro Tickets 我就知道我一定买错了 因为我的有多一个Train 我完全没有勇气去点那台机器 也没有勇气查真正的价钱应该是多少 我怕看到真相会晕过去 这就是没有做功课的下场 阿姆斯特丹作为荷兰的首都和第一大城市 最有名的景象莫过于小桥 流水 准确一点来说应该是运河啦 这样的街景跟威尼斯真的超香 但是阿姆斯特丹给人的感觉更有生气一点 还有脚踏车 各位传说是真的 荷兰脚踏车真的超级多 路边随处可见脚踏车 那因为我完全就是随性漂泊的走法 所以也不知道到底经过了什么景点 而且我还有必须疯狂使用一日卡的使命 加上路吃马 大公车搭到后面基本上根本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 而且有时候觉得往这个地方应该可以回到原来的地方 但是却越走越远 但也不能惊慌 就算很明显已经来到不是观光区的人烟稀少的地方 也不能惊慌 要很从容不迫 假装散步拍拍照 然后在心里面怒吼 你**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啊 但也算是看到了蛮多不一样的风景嘛 反正最后有回到家就好啦 隔天早上闹钟响了 我就还是闭着眼睛 下意识的想说等一下要叫弟弟们起床啦 今天要走哪些景点啊 然后睁开眼睛 发现只有我一个人 那时候的感受是非常强烈的 其实在台湾的时候就算是自己一个人 我也从来没有觉得孤单过 可能是在台湾身边的不管是人还是环境 都是自己非常熟悉的 现在身处在一个异乡 这一股孤单的冲击是非常大的 然后下一秒我的视线就模糊了 虽然本来就是模糊的啦 我竟是超声没有戴眼睛根本就是瞎子 但是是泪水的模糊 这个经历还有当下的感觉 我真的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但其实这冲击也只有一下下啦 到了伦敦之后整个完开 根本不想要回台湾 在阿姆斯尔丹的时间真的很短暂 真正有走进店的时间大概也就半天 就当做是探路吧 将来有机会的话一定会再来荷兰 不会再买错票了 会好好的仔细的去体验阿姆斯尔丹的一切 好啦以上就是我眼中的阿姆斯尔丹 你们眼中的阿姆斯尔丹 和我的有什么相符还是不相符的地方吗 欢迎接下来留言一起讨个论吧